在美国西服吉尼亚州的威尔顿小镇,铁的历史就像是镇上的生命线穿梭在每个角落。 早在1790年,这个宁静的小镇就诞生了自己的第一座铁路。 时间快转到20世纪初, Venus Weir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Vilton钢铁厂,成为当地经济的中心。 这个巨大的工厂不仅雇佣了超过一万名工人, 更成为许多家庭实现美国梦的摇篮。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 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趋势的频道,我是摩西。 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际竞争的激烈化是维尔顿的钢铁业陷入困境。 2003年,这座曾经繁荣的工厂宣布破产, 最终被跨国钢铁制造巨头阿斯文密塔收购。 到了2019年,大部分的钢铁设施被拆除, 留下了一段充满怀旧的历史。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另一端, 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正在孕育着一种创新的工业变革。 在一个充满未来气息的低矮仓库里, 工程师们正忙碌着铁粉在这里被转化成了一种革命性的能量存储方式。 这是Fone Energy公司的实验基地, 他们正研发一种前所未有的铁空气电池。 这种电池利用的是铁和空气, 听起来非常普通的材料, 但却隐藏着巨大的能量。 我们都知道铁在水和氧气的作用下会生锈, 而这个过程竟然能释放能量。 Fone Energy就是利用这一原理, 将铁锈过程中的能量转化为电流。 过去,NASA在20世纪60年代 曾尝试过以铁为基础的电池技术, 但由于技术限制并未广泛应用。 而今天,Fone Energy希望借助这种技术, 帮助世界告别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并未像维尔顿这样的后工业时代小战注入新生命。 电能的存储一直是能源领域的一大挑战。 Fone Energy的联合创始人Yan Ming Chen将电能比喻为一幅的事物, 必须立即使用或妥善存储。 而铁供气电池恰恰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尤其在成本和持久性方面表现出色。 这种电池不仅成本低廉, 而且能长时间存储能量, 理论上可提供长达100小时的电力供应, 为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提供可靠的能量存储, 在没有太阳或风的情况下, 继续为电网提供能量。 与此同时, 铁供气电池与锂电池的比较也颇为引人注目。 铁供气电池在长时间储能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 而锂电池则更适合短时高效能量释放, 如移动设备和电动汽车的应用。 在环境影响方面, 铁供气电池使用的原料和制造过程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相比之下, 锂电池的采矿和加工过程可能对环境造成更大的影响。 要理解铁供气电池的工作原理, 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化学能量转换的巧妙设计。 电池的每个组成部分, 无论是铁质的阳极还是暴露在空气中的阴极, 都在其电解质环境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当电池放电时, 氧气与水反应产生的氢氧根离子向阳极移动, 并与铁反应生成电流。 而在充电过程中, 这一过程逆转, 铁的氢氧化物被分解, 释放氧气, 铁则恢复到其金属状态, 为下一次放电周期做好准备。 Forn Energy的铁供气电池不仅代表了技术创新, 更体现了对传统工业遗产的尊重和再利用。 他们正计划在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 如维尔顿建立生产基地。 这不仅为这些地区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 还使他们成为绿色革命的一部分。 这对维尔顿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 Forn Energy已经在这个小镇上动工建设了一个生产设施。 这个设施不仅位于老钢厂的旧址, 更是一种历史与未来的融合。 随着2024年首批电池的交付, Forn Energy不仅向着自己的技术愿景迈进, 更是在为明尼苏达州、 科罗拉多州和乔治亚州的公用事业公司提供绿色能源。 这个项目已经筹集了超过8亿美元的资金, 现在它所需的仅仅是大量的铁和空气。 在铁的历史中书写新的篇章, Forn Energy正在将这个小镇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和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